今天凌晨为在高雄的一手大学宿舍发生了一起特殊的事件 原因是因为学校里面的网路突然中断 引起了学生抗议 大批学生彻夜吹哨子并且敲打宿舍的墙壁 一直到网路修复之后才停止 学校方面表示是因为电算中心的系统出错 才会无预警断网 但是学生批评他们的宿舍每到半夜12点就有管制措施 学生实在是忍无可忍 才会有昨天的抗议行动 夜守大学学生宿舍凌晨突然传出学生的喊叫声 还有人不断地吹哨子 原本宁静的夜晚变得很不平静 低动整个发生暴动 天哪 原来是因为凌晨宿舍网路无预警断网 引发学生不满 气得用行动表达抗议 直到30分钟后 网路恢复之后才停止 而且原本只有一两个声音 然后到最后越来越多 那就好像是大家都男生想好说 我们要不要一起暴动 这样可能设计会给我们网路之类的 然后就整个很吵 以前没有断那么多 可是最近就越断越多这样子 就我觉得学费缴那么多 应该要好一点设备 抗议行动是不是太过火 学生有正反不同看法 不过一大宿舍五月十二点之后 就会进行网路流量管制 禁止上网打网路游戏 有学生质疑 这不是第一次无预警断网 怀疑是学校恶意扩大管制 学校则回应是主机故障 不是刻意断网 宿舍网路需不需要管制 校方和学生各有立场 不过网路无预警中断 引发罕见的宿舍集体抗议 显然双方沟通还有待加强 记者东方陈显坤高雄报道